第187章 去找楚家庭算账 孟眼掏出手机 是楚天柱 跟宋阳跟林又威说了一声 按下了接听键 喂 天柱 眼哥 我六姐是不是在你对面那边 开了一家甜点店 是 楚天柱一时间沉默了 这个六姐 她到底想搞什么 我都是在抖音看到视频 才知道这件事情的 最近楚天柱为了追求陶药 一直跟着大部队学习 G大那边的功课都请假了 跟孟眼还有宋阳 就偶尔微信联系 如今是多事之秋 楚天柱怕给孟眼 再带来什么不必要的麻烦 都不敢现实见面 陶清清在被楚海君警告之后 后面虽然有来骚扰几次楚天柱 楚天柱直接拉黑一条龙腹 威胁着要告诉给楚海君 陶清清瞬间不敢多说什么了 果然要治这种女人 只有大姐楚海君才有本事 就是没想到 原以为孟眼的平淡生活快要来临 楚海君都下命令 不准去骚扰孟眼的时候 结果楚家庭搞出了这样的事情 不行 这件事我要告诉给大姐 我要看看六姐到底想做什么 颜哥 你等着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楚天柱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天柱 孟眼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 就听到嘟嘟嘟的声音 宋阳劝道 颜哥 让天柱去吧 楚家庭做了那么过分的事情 我倒要看看 楚海君知道了之后会是什么反应 还能有什么反应 宋阳 我知道的 就算楚海君嘴巴说得再好听 楚家庭都是楚海君的亲妹妹 楚家庭做了再多的错事 楚海君顶多就是骂一骂 管不了的话 他也不可能将楚家庭像我那样赶出楚家 让楚家庭付出代价 这就是轻生的跟领养的差别 在楚家人的眼中血统超过了一切 孟眼无比笃定 宋阳听着觉得有道理 毕竟现在最了解楚家人的莫过于孟眼了 反正就楚家人的所作所为 宋阳对他们的滤镜已经直接崩塌 会做出什么人神共分的事情 宋阳都不觉得奇怪了 那眼哥 如果楚海君不打算插手 我们正面跟楚家庭刚上 你确定有锦囊妙计吗 我确定 孟眼认真的说出这三个字 现在 我们要做的只有四个字 静观其变 兄弟多年 宋阳看着孟眼这个表情 瞬间心里有了底气 我明白了 信你 眼哥 孟眼 如果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你尽管开口 院长妈妈那边 应该也有不少关系 没事 又微 楚家庭视材傲武 自以为凌驾于无数人之上 我跟他比赛了那么多年 我自然知道这个人的弱点在哪里 他以为凭着这种方式 能够彻底打击我的事业 赢我 但我早就有所防备了 你们就等着看吧 孟眼信誓旦旦的开口 那一边 楚家庭亲自坐镇甜点店 监督着装修 作为世界西点杯的冠军 第一家店开在这种鬼地方 已经是楚家庭的任性 后续的发展 运营都会受到影响 这也是楚家庭一开始知道 孟眼开了隋安甜点店 却没有着急找孟眼麻烦的原因 自己的事业 同样重要 然而 孟眼如此恶毒 竟然洗脑了自己的亲人 一个个的都开始 站在孟眼那一边 这种事 楚家庭怎能接受 冒着事业 受到风险的影响 楚家庭都必须跟孟眼 愤出胜负 让孟眼知道自己 根本没有 作为一个楚家人 代替品 就该有代替品的样子 六姐 楚天柱气势汹汹地 冲进了装修的店铺 天柱 你怎么在这里 你最近不是没去巨大上课 跑去跟项目了吗 见到楚天柱来了 楚家庭有些惊讶 有很多人会来找楚家庭 做出这件事 楚家庭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倒是没想到 冲过来打头阵的人 会是楚天柱 我怎么会在这里 六姐 你自己不是无比清楚吗 大姐说过 我们不要再找孟眼的麻烦了 你还将甜点店开在这里 你适合居心 楚天柱咬牙切齿地开口 楚家庭突然间觉得很不爽 天柱 你是怎么回事 我可是你的亲六姐 你就是用这样的态度来 跟我说话 如果你是值得尊重的姐姐 我自然不会 但你 现在的所作所为 我真不知道你有什么 值得我尊重的 大姐的话你不听 眼哥已经被赶出楚家 她不是楚家人了 你还要用这种方式针对她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是要逼死眼哥才开心吗 天柱 你一口一个眼哥的 孟眼跟楚家没关系 跟你更没有关系 你竟然为了孟眼这么跟我说话 你简直不可理喻 楚家庭气得小脸通红 一定是孟眼这个王八蛋 对楚天柱 做了什么手脚 不然平日里 对自己毕恭毕敬的乖弟弟 怎么可能变得那么叛逆 更不用说 是孟眼取代了楚天柱 在楚家的地位 人生 如果没有孟眼 楚天柱能够活得更好 楚天柱没理由这么偏袒孟眼 应该是恨死孟眼 想要亲手将她除掉 我不可理喻 六姐 很好 我看你是疯了吧 楚天柱本来还想找楚家庭 说服她 赶紧放弃这个傻逼的念头 不要找孟眼麻烦 可是 看楚家庭这副样子 楚天柱知道 没什么说下去的必要了 直接掏出手机 拨打了楚海君的电话 喂 大姐 是我 天柱 我现在在六姐的店里 关于六姐要开甜点店的事情 你已经听说了吧 天柱 楚家庭万万没想到 楚天柱竟然真的为了孟眼 去找楚海君告状 还当着楚家庭的面 这未免太不把楚家庭放在眼里了 楚天柱 可是楚家庭的亲弟弟啊 等今天晚上四妹回来 我们一家人聚集 开一个家庭会议 我已经提前打电话给了六妹 关于这件事 她确实需要给我们全家人 一个好好的解释 第188章 我这是为了帮孟眼啊 楚家庭事先一点都没有告知 就弄了个甜点店在装修 开在了隋安甜点店对面 还在抖音造势 这样楚海君还不知道的话 那她这个楚氏集团总裁 就白当了 早在楚天柱赶到之前 楚海君就打了个电话过去 楚家庭表示 她开甜点店有自己的原因 电话里说不清楚 等今天晚上 楚灵世界巡回钢琴演奏会结束之后 大家聚集在一起 再好好解释 楚海君给了楚家庭这个机会 行 大姐 都听你的 事已至此 楚天柱只能够挂断电话 愤愤地瞪了一眼楚家庭 六姐 我希望你能够迷途知返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说完楚天柱直接离开 不顾楚家庭铁青的脸色 楚家庭的拳头暗暗握紧 该死的梦魇敢嬉闹我的亲弟弟 不可饶恕 你一定是想要借着利用天柱这个棋子报复楚家 我绝对不会如你所愿的 这时 一个身穿西装 金发碧眼的外国男人走了过来 手里还拿着甜点点的设计图 那个 楚小姐 装修的事情还要继续吗 查理斯 你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认识的 在济世十分优秀的设计师 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走 我全权交给你负责 没有任何问题 不需要停止 当然继续 楚家庭随意聊了一下自己的发思 在外人的面前 楚家庭自然还是要伪装好自己的情绪 不能够流露出一丝破绽 可是楚总那边 我大姐那边我会负责 查理斯 我们是朋友 有些事情 我不想说得太明白 你是我花钱请来的设计师 我是boss 我怎么说 你搞定 OK 楚家庭的心情明显不好 查理斯也不是白痴 会在这个接骨眼 去触犯楚家庭的眉头 关于梦魇的事情 查理斯略有耳闻 也觉得楚家庭 在楚氏集团陷入风波的时候这么干 太不理智了 不管是不是为了针对梦魇 这件事报道出去 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 那些楚氏集团的敌人 怎么可能不会暗地里做文章呢 面对楚海君的追问 楚家庭肯定很难脱身 不过楚家庭是铁了心 要针对梦魇 算了 这不关查理斯的事情 反正作为朋友 查理斯能说的都说了 剩下的就交给楚家人 自己内部解决吧 他一个外人 不好插手什么 夜幕降临 楚家庭踩着点 回到了楚家别墅 一进门 管家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六小姐 大小姐他们 正在客厅里等着您呢 我知道了 楚家庭轻描淡写地回应着 接着换上拖鞋 来到了客厅 打开门飞的时候 一双双眼睛 齐刷刷落在了楚家庭的身上 楚家庭一脸淡定 姐姐们 你们吃了晚饭没有啊 要不要我做点甜点给你们吃 六妹 你真是越来越放肆了 我打电话给你 你还敢不接 让我一番好等 连晚饭都不回来吃 你知不知道 今天是你四姐回来的日子 楚海军冷冷开口 这一次 楚海军是真的生气了 是自己对楚家庭太好了 才让这个妹妹 开始肆意妄为了 抱歉啊 大姐 因为忙着装修 以及开店的事情 我真的忙得跟陀螺转一样 连手机没电关机了都不知道 楚家庭主动开口道歉 所以 你真的要开店了 六妹 身为老二的楚军灵 不可置信地看着楚家庭 都觉得楚家庭是疯了 且不说 孟眼跟楚家没关系了 就在这个接骨眼 楚家庭还敢去找孟眼麻烦 将楚海军的命令 当作耳边疯 分分钟 真的会被赶出楚家的 楚家庭点了点头 当然要 二姐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 才做出这样的选择的 六姐 楚思思愤怒地看着楚家庭 你明明答应过 我不会去找孟眼麻烦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你不给我们一个像样的解释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本来孟眼已经因为楚家够惨的了 她活不了多久了 无时无刻不再担惊受怕 脑癌一旦发作 分分钟就会让孟眼进入ICU 从此人生黯淡无光 孟眼为了自己的亲生家人 那么努力地活着 楚家庭凭什么还要去伤害孟眼 七妹 你们真的误会我了 其实我这么做 不是在针对孟眼 而是在帮助孟眼啊 楚家庭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直觉楚家庭就是在猫哭耗子 假慈悲 即便是他们的亲姐妹 都诞生了这样的念头 由此可见 楚家庭以前对孟眼的所作所为 真的让他们为之寒心 楚家庭早知道 自己的家人们不会相信 看了一眼手表 时间差不多了 我给你们看个东西吧 说完楚家庭打开了客厅的电视 翻到了济世台 刚好 电视正在播放主持人采访 楚家庭的镜头 主持人蔡哥 是济世十分有名的主持人 主持的访谈节目 深受济世本地人民的欢迎 因此收视率很高 楚海君眉头不留痕迹的遗咒 你这是什么意思 六妹 好了 大姐 别着急 接着往下看就知道了 楚家庭卖了个关子 真的十分荣幸 能够邀请到楚氏集团六千金 也是大名鼎鼎的世界西点杯 华人冠军 为国争光的甜点师 楚家庭小姐 听说楚家庭小姐 想要在济世开一家甜点店 地点是选在了济大附近的一条街道 请问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 电视上的楚家庭微笑回应 是真的 我还听说 楚家庭小姐开的甜点店 是在厨演 也就是孟衍先生的隋安甜点店附近 说来这间隋安甜点店 最近十分出名啊 我也慕名去买过孟衍先生制造的甜点 十分好吃呢 楚家庭小姐 恕我冒昧 请问 以您这样世界西点赛的冠军身份开的甜点店 竟然选在这么一个地方 是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吗 例如 想要针对这位曾经的弟弟 第189章 六妹 我支持你 这一次特地参加菜头主持人的节目 就是为了声明这一点 免得某些有心之人捕风捉影 又用孟衍跟楚家的关系 来攻击楚氏集团 第一 我跟孟衍绝对不是竞争的关系 以前 在楚家 我就经常跟着孟衍一起做甜点 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兴趣爱好 我们彼此鼓励 一起成长 我今天能够取得世界西点杯冠军的成就 孟衍绝对是大功臣 如果没有他 就没有今天的楚家庭 在我心里 孟衍的手艺绝对不比我差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要知道 楚家庭是货真价实的世界冠军 不知道多少世界顶端的甜点店 朝着楚家庭伸出了橄榄枝 楚家庭都不要 表示要自创品牌 取自己名字的首拼音 JT能拿到世界冠军的甜点师 或多或少都兴高气傲 但是楚家庭当着电视节目 承认孟衍的实力 着实让人不由的好奇 这家隋安甜点店 真的那么有能耐吗 第二 我知道最近有一些流言蜚语 拿孟衍当做攻击的手段 来污蔑楚氏集团 在这里 我要郑重宣布 我们楚家跟孟衍的关系好得很 再怎么说它都是我们的弟弟 就算它找回了亲生家人 这一点都不曾更改 第三 孟衍的隋安甜点店 走的是大众路线 我开的JT甜点店 走的是高端路线 两条完全不同的营销策略 不管大家想要选择 哪一家的甜点店都可以 我们甜点师的宗旨 就是给客人提供 更多更好吃的甜点 当做选择 楚家庭话音刚落 全场掌声雷动 菜头也跟着鼓掌 笑脸盈盈 这么一说 楚小姐真的有心了 不过呢 我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楚小姐也没必要将甜点店 刚好开在隋安甜点店的对面 您刚才说的这些理由 还是不充分哦 当然 我也有一点私心在里面 面对菜头主持人的刁难 楚家庭拿出了放在心上 早就想好的动机 我跟孟衍比试了 那么多次甜点胜负 一直没有结果 即便我现在 拿到了世界西点杯的冠军 在我心里 如果没有真正赢过孟衍 我就无法继续前进 所以 楚小姐是拿孟衍先生 当做了事业路上最大的对手 没有错 我想孟衍先生听到了十分开心 能够被世界冠军这般看重 想必孟衍先生的实力 真的不容小觑 楚家庭这才关闭了电视节目 怎么样 大姐 有了我先上电视节目 公布所有的原因 这下也不怕有人故意带节奏 用孟衍当做武器攻击 楚氏集团了吧 楚家庭得意洋洋地开口 你 六妹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 你就不能别去招惹孟衍吗 楚海军一个头两个大 不过现在火气确实削减了点 不得不说 楚家庭这个节目预防针 打得确实好 不能 大姐 你知道的 以前我在家里 一直跟孟衍比试甜点技术 我一直想要真正迎孟衍一次 以孟衍现在的脾气 不可能理我 那我只能够用自己的方式 跟孟衍公平竞争了 说完之后 楚家庭立马看向了楚琳 四姐 我想在你的心里 也有关于孟衍的阴影吧 毕竟小时候四姐 你那么讨厌钢琴 如果不是孟衍陪在你的身边 跟你一起成长 你也不会成为世界年少成名的钢琴家 你曾经说过 孟衍的钢琴天赋在你之上 是借由孟衍的启发 才让你有了无限的灵感 跟音乐天赋 那么 在你心里 你一定想要再跟孟衍比个胜负的吧 楚琳儿双手还胸 毕了毕双眸 对于你这番话 我无法否认 我确实想要再跟孟衍比试一场 楚天柱叫了一声 四姐 抱歉 天柱 我知道孟衍现在跟你关系很好 刚开始 我确实很惊讶 其实仔细想想 你跟孟衍 确实没什么需要彼此仇视的理由 是我们想的太多 这一点 是楚家对不起孟衍 说再多 我们也回不到过去了 只能够面对 现在还有未来 不过 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想要跟孟衍比试一场 为我们的一切画上句号 楚琳儿眸子 闪烁着炙热的光芒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们了 大姐 你们决定吧 我退出 楚君灵一个头两个大 她的专辑 已经快到发布期了 然而楚君灵 还剩下三首没有做出来 其他的凑数歌曲 全被楚君灵给删了 宁愿逾期 都不想要拿这种差劲的歌曲 来应付歌迷 要做 就要做到最好 这是楚君灵的信条 不然干脆一开始就别做 明明时间所剩无几 还要拿来应付这些破事 楚君灵说完就直接走了 我要准备比赛 我也退出 大姐 就交给你决定吧 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的 关于梦魇的事情 楚清梅真的不想掺和了 以前楚清梅听到楚家庭这些理由 一定会支持楚家庭打败梦魇 解决心魔 现在 楚清梅竟觉得 楚家庭继续打扰梦魇 确实有点过分 要是为了这件事 跟楚家庭吵起来 只会影响姐妹之情 陪伴在楚清梅身边的亲妹妹 是楚家庭 不是假弟弟梦魇 无法选择 那便选择退出 楚离儿举手表决 我支持你 六妹 因为我也想跟梦魇比试一场 楚思思冷冷开口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允许六姐你 继续骚扰梦魇的平静生活了 我支持梦魇 楚天柱一世点了点头 我也是 楚家庭看向了楚文艳 五姐 那你怎么说 我说什么不重要 最后的决定全在大姐身上 不过要我说 我肯定不想你去打搅梦魇 梦魇现在 对我们楚家 已经够多的恨意了 你这么干 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 她肯定不会接受 楚文艳看向了楚海军 大姐 你说吧 我跟二姐三姐一样 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 第190章 更要让梦魇 彻底消失在济世 楚海军闭上了眼睛 仔细思索着 楚家庭所说 话语的可行性 一方面是楚灵儿 跟楚家庭的心魔 如果楚家庭 真的只是 单纯想跟梦魇 奋出胜负 不做其他的麻烦事 支持楚家庭 未尝不可 接下来 还有一个楚灵儿呢 大家从小一起长大 这两个人 对于梦魇有多少心思 楚海军心知肚明 可是继续骚扰梦魇 万一梦魇的脑癌 发作了怎么办 那楚海军的头疼症 见楚海军 正在犹豫的阶段 楚家庭知道 自己现在必须站出来 打一个强心针 于是乎 楚家庭主动走到了 楚海军的面前 蹲下身子 楚楚可怜地开口 大姐 我求求您 我现在只有这一个愿望 如果不解决这个心魔 我的人生无法继续前进 你知道的 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打败梦魇 实话跟您说吧 起初我之所以做甜点 就是想跟梦魇比赛 但是坐着 坐着我发现了 做甜点的兴趣 我想要继续坐下去 跟梦魇一同比试 让我的手艺飞速成长 我在电视节目 说的都是真心话 梦魇的实力 绝对不在我之下 如果不打败梦魇 我就不能够承认 自己是世界冠军 楚海军再次受到了动摇 大姐 我觉得六妹说的对 我承认我附和六妹的话语 是有自己的私心 不过我找梦魇 只是为了解决心里头的一根刺 不会想着去影响梦魇的生活 当然 我一定会用光明正大的方式 楚琳毫不犹豫地开口 四姐 你 抱歉 七妹 这是我的选择 我很早以前跟你说过的 我必须跟梦魇来一次钢琴比试 这个念头 无论谁说我都不会放弃 即便是你 不等楚思思说完 楚琳直接打断 充满了坚定之色 楚天柱也是无奈了 大姐 四姐跟六姐这样子 就是在任性 你也不想刚平息 楚氏集团的风波 再把眼哥牵扯进来吧 这样子 不只是影响眼哥的生活 还影响了楚氏集团啊 事关于楚氏集团 楚海军总不会继续纵容 楚家庭跟楚琳的任性了吧 最终 楚海军开口了 我打算去找梦魇谈一谈 大姐 楚思思第一时间站起来 冲着楚海军疯狂摇头 别忘了梦魇身上的病 楚海军再次去刺激梦魇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上次乐妮惹了梦魇 都要挨上一巴掌呢 我是说服梦魇跟四妹 还有六妹比试一场 彻底满足他们 从此以后 他们就不会继续纠缠梦魇了 这对于梦魇来说 是乐想其成的事情 对我们楚家亦是如此 不然就算我现在拒绝了 四妹跟六妹 也不会善把甘休的 倒不如一口气解决掉吧 楚海军头很疼 奈何事关两个亲妹妹 他们都闹着 要跟梦魇决一胜负 如果不解决掉这件事情 楚海军都怕他们两个 会做出更加极端的事情 这样反而会将梦魇推得更远 如今妹妹们都长大了 楚海军知道 自己开始控制不住他们了 特别是他们在各自的领域 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之后 楚思思焦急地开口 大姐 你 五姐 你说句话吧 我觉得大姐说得挺有道理的 就算大姐拒绝了 要是以后四姐跟六妹不服气 还是偷偷去找梦魇麻烦呢 倒不如一口气解决了吧 楚文艳尽量保持理智去想 得出了这么一个答案 楚天柱忽然起身 掉头就往客厅外走去 楚海军不由地开口道 天柱 你去哪里 我有点累 想睡觉了 楚天柱背对着楚海军开口 抛下这句话 不由楚海军说什么 楚天柱就离开了 大姐 我觉得你这件事情办得不行 如果梦魇出了什么事 你一定会后悔的 楚思思一脸失望地离开 楚海军头疼得快要炸裂 只得贪坐在沙发上 不停揉着太阳穴 大姐 楚文艳看着楚海军这样 深感无能为力 我没事 休息一下就好了 冥冥头疼欲裂 害怕妹妹们担心 楚海军还是强打起精神来 楚文艳拍了拍楚海军的肩膀 没事的 大姐 我会陪着你的 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 我想都有你的道理 我支持你 这件事情 楚文艳无法做出选择 一方面是血脉至亲的家人 另外一方面是亏欠之身的弟弟 楚文艳自私地不想要面对这一切 只能够将选择题丢给楚海军 楚文艳觉得自己真的烂透了 明明楚海军为了他们这些妹妹 已经付出的够多了 到头来 因为他们的事情 还要让楚海军头疼症加重 对不起 大姐 看着楚海军这样 楚林儿心里头不好受 奈何想要跟孟严比试的冲动 占了上风 如果不跟孟严彻底斩断过去的一切 楚林儿就无法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楚家庭倒是想到另外一个点了 看着楚天柱和楚思思竟然为了孟严 连楚海军都不理会了 楚家庭气得半死 真不知道孟严用的是什么妖术 把他们两个完全洗脑成了孟严身边的人 明明孟严对他们 做了那么多残忍过分的事情 这一次打败孟严之后 楚家庭更要让孟严彻底消失在济世 永远不要再出现 那一遍 孟严回到出租屋中 听说了楚家庭上电视节目的事情 以及他在节目上的那些宣言 不由得冷笑一声 张妙花担心得开口 仔仔 没事吧 没事 不管他们用的什么手段 我都无所谓 反正对于楚家庭这件事 我心里有数 妈 您别担心了 孟严胸有成竹的样子 张妙花还想开口说些什么 毕竟那可是楚家的千金 还听说是什么世界冠军 明昊那么响亮 这种人针对孟严 孟严能够全身而退吗 很大概率是在逞强吧 相信儿子吧 他会有办法的 仔仔 无论如何 我都不希望你欺骗我们老两口 我们没什么能力 大家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事一起扛 你这么说 一定有你的办法 对吧 对 孟严信誓旦旦地开口 爸 妈 放心 我有胜算的 至于林阿姨给我的药方子 就麻烦你们劳了一下了 孟达山扳直了面容 仔仔 你再这么说 爸就生气了 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劳累不劳累的 孟严绽放了笑容 对于孟严如今最大的慰藉 莫过于亲生家人 对自己的担心 还有支持 这种发自肺腑的亲情温暖 是孟严之前从未感受过的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能够找回这样的家人 太好了 孟严扫了一眼 对了 玲玲呢 哥哥都回来了 她还不出来迎接呢 张妙花解释道 玲玲报名去参加野外训练营了 得过几天才回来 学校组织的 挺安全的 还能加学分 增加野外生存能力 怎么了 孟严黑黑一笑 就是几天 没见到玲玲 想她了 张妙花心疼地摸了摸孟严的脸 放心 宰宰 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多很多 你不会有事的 一日 随安甜点店终于开业 孟严 林又威跟宋阳准时抵达 看着对面的装修已经接近尾声 一锁充满着奢侈 高端气息的甜点店已经有了雏形 门口更是挂上了JT的招牌 以及楚家庭的个人介绍专栏 还有新开业的活动 正好 楚家庭这个时候走了出来 跟正在看装修的孟严等人对上了眼 给点礼物 给作者马子的动力吧 乌乌第191证 你心里还有我这么一个姐姐 楚家庭注意到了孟严的存在 并没有躲闪 反而主动朝着孟严走过来 今日的楚家庭 穿着一身白色的牛皮连衣裙 白细的大腿光滑无比 踩着高跟鞋 跟平日里比较可爱疯的穿着 叛弱两人 明明是同样萌细小脸 楚家庭竟穿出了一股时尚女强人的感觉 眉宇间蕴含着的锋芒 那是经历了无数胜利磨练出来的 绝对自信 让人不敢小觑 众人没察觉到的是 孟严偷偷将手塞进了口袋里 按了手机的某个功能按钮 孟严 昨天发布的电视节目采访 你看到了吗 楚家庭冲着孟严露出了人畜无害的笑容 仿佛一个好姐姐 宋阳刚想说些什么 却被孟严拦住了 宋阳 你跟幼威先进店里 去做好准备工作 请假一个星期开业的第一天 可不能让顾客吃到味道不行的甜点 眼哥 可是 听话 知道孟严心意已决 宋阳只能够掉头走进甜点店 出乎预料的是 林幼威什么都没说 进入隋安甜点店后就开始工作 幼威 你 你还好吧 直觉告诉宋阳 林幼威好像产生了什么变化 并非错觉 昨天跟孟严 还有林幼威见面的时候 都能感觉到孟严跟林幼威之间 蔓延着奇怪的氛围 只是楚家庭开甜点店的事情太大了 一时间忘记详细追问 我还好 宋阳 关于楚家的事情 我们帮不上忙 至少楚家庭小姐 要在甜点店的生意对付孟严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帮助孟严 开好隋安甜点店 不被楚家庭小姐打败 这家店 光是孟严一个人不够 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让我们一起守护这家店吧 林幼威显得无比坚定 宋阳张了张嘴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这次 孟严跟林幼威回去和婆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林幼威竟然像是变了一个人 跟以前真的判若两人了 如此理智 坚强 隋安甜点店门口 孟严单手插兜 单单开口 这就是你对付我的方式 楚家庭 对付 别这么扣我帽子 孟严 是谁规定了世界冠军 就不能够选在这里 开店的呢 你应该用公平竞争 四个字来形容 我在电视节目说得很清楚了 都是肺腑之言 别说你没听说过 招揽客人的手段 每家店铺都不一样 有本事就证明 你比我强 顾客的消费 绝对不会骗人 楚家庭 看来你为了对付 我还真是下了血本了 就算你把店面装修得再好 都无法改变这个地段 给你的名声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此以后 你这个世界冠军 就要跟廉价两个字 画上标签了 孟严一语 戳破了楚家庭 想要隐藏的烈士 楚家庭心里头 冒起了一股火焰 这个孟严 嘴皮子功夫 还真是一点都不饶人 然而 表面还是皮笑弱不疼的开口 孟严 没想到 你心里还有我这么一个姐姐 还在担心着我呢 听你这么说我挺感动的 孟严嘴角狠狠一抽 差点吐出来 怎么楚家庭 跑到国外学习了几年甜点 回来之后 竟变得那么恶心了 表里不是人 还是觉得 以前楚家庭 桀骜不逊的样子 看得顺眼 现在这种演技稀烂的模样 活生生一个克苏鲁母体 怎么了 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姐姐很好呢 孟严 我真的想要跟你修复好关系的 够了吧 楚家庭 你说的一个标点符号 我都不会相信 楚家庭知道自己演戏再多 孟严都不可能相信自己 只不过是遮掩一下 随即换了一副表情 孟严 以前你还在楚家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公平竞争 到现在还没有分出一个胜负 我给过你一个私底下解决的机会 你拒绝了 为了彻底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就用了这个办法 放心 我会给你一点生存空间 不然这场胜负就显得太过一边倒 那就是无趣 楚家庭 既然你口口声声跟我说 想要鄙视胜负 那么就按照以前的办法 我们私下解决 就找三名评委 是吃我们两个人做的甜点 如何 哦 楚家庭故意脱长了音调 看着孟严那平静的脸色 只觉得孟严在故意装逼 其实心里头对自己将 JT开在随安甜点店对面 慌得一逼 生怕生意被楚家庭抢走 还有 暴露出孟严 根本不是楚家庭的对手这个事实 不过 孟严 你知道我弄下这栋楼 请来知名装修设计师查理斯 还有那么多人工 一大堆设备 七七八八地加起来多少钱吗 你现在一句话 就想要我撤销掉 这个世界 可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哦 孟严冷冷开口 所以打从一开始 你这家店就已经盘好 装修 不然速度怎么可能那么快呢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意外 像你这种人渣 会做出什么事情 我都不惊讶 楚家庭脸色僵硬了一下 这个孟严 明明自己做了一堆人渣的事情 还好意思说 楚家庭是人渣 真是世道变了 人质见则无敌 这还不都怪你 要是你一开始乖乖听话 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我也不至于这么浪费时间了 因为怒气 楚家庭的口气变得有些起伏 开始装不下去了 是 都怪我 不过你想就这么踩死我 没那么容易 楚家庭 孟严转身便走进了隋安甜点店 楚家庭眸光身安如晦 孟严啊孟严 我就静静地看着你装逼 看你能装逼到什么时候 不只是要彻底打败你 将你踩在脚下 我更要让你在济世的甜点店混不下去 有我在 你休想靠着甜点赚钱 第192章 孟严的自信并非空谈 等孟严走进了隋安甜点店 宋阳冲着孟严使了个眼色 走上前来 递给了孟严一根烟 孟严摇了摇头 不抽了 等下要干活呢 眼哥 你还好吧 我看楚家庭这次来势汹汹 是不会善罢甘休了 预料之中 做好我们的事情就行了 宋阳只得叹了口气 是啊 现在 他们只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了 楚家庭将店开在这里 有那么多光环加深 肯定会对隋安甜点店的生意 造成巨大的冲击 孟严来到了后厨 有位 今天你先不用制造你的甜点 尽全力帮我打下手 可以吗 林又威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制造甜点的材料 看了一眼孟严 点了点头 可以 按照这些比例 调配出新的辅料 其余的辅料继续用 我都写出来了 交给你了 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我 理解好了 我们就开始准备了 孟严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张早就准备好的材料表 交给了林又威 其实 孟严昨天晚上 就能打电话给林又威说清楚的 以林又威的天赋 加上现在已经是可以独当一面的甜点诗了 理解并不困难 只是 这次陪着林又威 回去和婆镇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孟严最终 还是没有打出这个电话 想着等过一晚上 林又威心情更加平复了 才好交谈 林又威接过材料表 仔仔细细看完之后 这个材料表 你应该昨天晚上就交给我的 孟严 昨天我们回来忙了一天了 加上出了楚家庭的事情 我想你现在经历比较充沛 有我在你身边 有什么不懂的好可以问我 孟严脸不红心不跳地开口 希望是这样 孟严 我喜欢你是我的事情 我不会影响到工作 如今我更多的是想成为你的力量 以后这样的小事情 我希望你能够提前告诉我 我会做好的 面对林又威那张善解人意的小脸 孟严的心意一阵刺疼 最后只能够说出一个字 好 就在这时 孟严发现 林又威的眼眶有些黑眼圈 想必是最近没有休息好 如果是以前 孟严肯定开口关心 可是这一次 孟严张了张嘴 却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只能够偏过头去 假装没有看到 如今的孟严 已经完全失去 关心林又威的资格跟立场了 做无意识关心的事情 要是让林又威误会了什么 那会是孟严死之前最大的罪孽 接下来 两个人配合亲密无间 仿佛已经走出了 告白失败的阴影 谁都心照不宣地没有提起秘密基地告白的事情 只是都明白 就算配合再好 他们的心中已经落了一根刺 一旦回首 就是一道鸿沟 无法再回到从前了 很快一个上午就做出了足量的甜点 最后 又威 宋阳 尝一口 看看味道如何 孟严拿出了熟悉的日式甜点 光看外表 跟以前一模一样 宋阳跟林又威 拿起甜点尝了一口 刚吃第一口 还没有感觉 第二口 第三口 不知不觉就吃完了 好 好爽口 甜而不腻 跟以前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以前孟严做出来的甜点 就足够好吃了 现在这个甜点 是在口感上更进一步的改良 达到了更完美的境界 孟严 你中间换了几个甜点 添加辅料的步骤 难道是这一点进行了改良 林又威跟着孟严 学习了那么久的甜点制作 又是在后厨打下手的 刚才孟严给了林又威 一张材料表 林又威一下子 就想到了意义所在 孟严点了点头 不只是辅料 还有一些工序的调整 才能造就出这样的甜点 眼哥 你有这样的技术 怎么不早拿出来 宋阳话音刚落 立马想到了某个可能性 难道是你早就预料到了 今天的状况 楚家庭那么恨我 楚文艳他们三番两次找我麻烦 我可不会相信 他没有暗地里搞小动作 如果楚家庭 是想要在甜点事业打击我 一定会先到隋安甜点店 品尝过我们的甜点 并且做出针对性的策略 先让这些表面功夫 麻痹楚家庭 真正一决胜负的时候 就是我大展身手的时候 孟严早就计划好了 别看楚家庭表面无比谦虚 一副拿孟严当做劲敌的样子 其实孟严心里清楚 楚家庭是一个十分傲气的人 对自己的手艺绝对自信 在取得了世界西点杯的冠军之后 这股自信心爆棚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自以为能够轻易碾压孟严 在吃到孟严特意准备的甜点之后 估计楚家庭想着 等他的店铺JT装修好了之后 孟严的隋安甜点店就彻底没有生意 会被楚家庭从这一行驱逐出去 或者强行搬到另外的城市谋求生路 其实 很多时候 自信跟自大只差一条线 一旦过了这条线 注定是骄兵必败 孟严就是给楚家庭放下了这个鱼儿 让楚家庭以为 现在的孟严远不如他 等楚家庭什么时候动心了 上钩了 就是进入孟严布局第一步的开始 不过 孟严 就是这样 我觉得还不够 我看过楚家庭制造甜点的视频 它确实很有实力跟想象力 制造的甜点就跟艺术品一样 令人惊叹不已 它有很多自创的甜点 样子十分诱人 还得到了国际上知名美食鉴赏师的夸奖 被称之为天才甜点师 就算一开始 我们打了楚家庭一个出其不意 不过很快楚家庭就会反应过来 更别说 JT作为楚家庭开的第一家新店 它很难不侵入心血 制造出最好的甜点 赚取口碑 如果我们随安甜点店 要打赢这次胜仗 我们也得拿出属于自己的东西来 不然是无法跟楚家庭斗争的 自从知道楚家庭打算对付孟严后 林又威昨天晚上回去 戴着耳机 看了一晚上关于楚家庭参加甜点比赛的视频 仔细研究对手的实力 最后得出两个字 强大 若是其他人 被楚家庭这么针对 估计早就落花而逃了 不过 林又威相信孟严的实力 一定能够打破这个难关 孟严的自信 并非空谈